這個蠔, 我很喜歡 因為它是煎的, 不是炸的 煎的, 煎的, 很香 而且火腩配什麼都好 而且蒜子也是一個… 它的味道比較厚 是 其實它的精髓應該是放在薑上 一定吃完薑蔥才吃 薑蔥是最好吃的 是的 當然, 蠔新鮮, 不用說了 是的 煮的時候, Billy哥有蘸的蛋 生粉、蛋 生粉 所以我覺得蠔特別有那層層 在外面煎了那層 有點脆脆 對 多一點口感 比較香 其實蠔很難煮, 因為蠔會出水 是 所以一定要先飛水才煮 但不能煮得太熟, 熟得太不好吃 是 即使沒有渣 吃完之後, 有時候有些渣 譬如它的邊很容易煎 其實火腩真的可以做很多菜 沒錯 可以配合, 很多不同 豆腐火腩飯是我最好的朋友 因為我們一起工作, 因為讀書 童年是這樣 讀書的時候都是一起在那個區域 然後一工作, 就跟那間公司出來做 所以經常跟他們吃火腩飯 也是一樣的 後來我們三個掃碼參加比賽之後 就一起住 當時剛入行, 我們還是住在屋邨 因為我買了房間給媽媽 搬去沙田 因為那時候沙田是偏僻的地區 不是現在那麼旺 那時候外面也很便宜 希望讓你先安居 然後我們三個就一起住了 是, 就住在屋邨 搬去我那層樓 我們三個一起住在我的六樓 應該有200多尺 不錯, 三個人住200多尺 滑架床 對, 滑架床 但是每天很多鄰居的同學 他們的朋友會帶同學過來 坐著我, 我在旁邊 正如剛才說, 動物園的籠 對, 動物園的籠 那不是一字, 動物園的 也像威風 我們出身唱片的時候 對面座上吹個喇叭 然後大聲噴過來 怕死不知他賣給我唱片 最尷尬的事就是這樣 因為當時屋邨的廁所在外面 是 那些歌迷很熱情 守候在你的門口 有時候你想去方便 也要等到晚上深深地離開 我們才可以去 是 忍受人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有浴室在外面 廁所在外面 是 1989年才搬到九龍城 一個獨立的舊樓 有1000隻在那裡 都是三個住 三個住 環境改善了一點 但是搬出去是沒有錢買傢俱的 沒辦法 因為當時太多人騷擾 變成我們又睡不到 又不能去廁所 也很辛苦 我們硬地走去租了一間樓屋 80年代到現在 其實很多所謂樂隊 有些已經拆火了 組合跳舞的 你要問我 我就想起草莽 是Bang的 我現在太極了 但是大家都是自己合體的 因為組合實在很困難 大家不同性格 那你又要遷就 要對很多概念要模糊一點才行 太清晰就不可以了 我們三個對譬如錢、價值觀 就低一點 好一點才能夾到 所以工作有兩關要過 第一關就是初出道時 就這麼慢慢 就是怎樣捱 怎樣去打出名堂 有成就的話 就怎樣共富貴 有成就的話 你想想 一個樂隊 三個或四個 幾個人都好 當然又高又低 又高又低 突出一點 那你要看 你要平衡 就是去到那個境界 就是會否有人會離棄或捨棄 你不要妨礙我 我已經有發展 我不要了,我這邊有發展 就是要過這關 你們三兄弟相見到同住 同住的時候 有沒有曾經試過… 不跟你們住了,我自己走出去了 曾經發生過這些事 有一次是最嚴重的 最嚴重的是 蘇智威和蔡杰吵架 剛入行不久的時候 咬得很厲害 咬得他們倆真的臉紅耳熱 差不多要打架 咬得還沒打架 我們不是打架的 我們不會打架 咬得不動手 罵得他們倆分開了 面了 不知道怎樣的 我說完之後 我肯定是握走言和 不知道怎麼樣 蘇智威和蔡杰 四目交頭之後 一個哭,然後第二個又哭 然後又摸一塊 然後又說沒事了 我覺得很多時候 大家跟隨時是好的 不過我也覺得 只會是真正、最疼愛你的人 才肯跟你吵架 還有跟你說真話 甚至是你可能會傷害 因為他是想為你好 因為很特別的 譬如我們這麼久 我們今天三天周年 你想一想 我現在周遊列國 去世界各地巡迴 很多個城市、很多個國家 在很重要的日子 你知道通常都是大日子 我們去唱歌 這類友仔還在我旁邊 很恐怖 你看看照片 有沒有兩條友仔、兩條友仔 一條全世界各地的 我們有色情人家裡 又不是,就像一條一樣 就是這些,那麼突然就爭辯了 好了,接著這一道 嚴格來說 我覺得今天是重頭菜 這一道是香香煮的可樂雞腥 這是其中我在日本上學的時候 煮過的,自己覺得朋友都喜歡 第一集,又沒有練過 結果是煮得不好 因為我自己沒有信心 別人給我一些提議 或者煎了才醃 或者多加一些檸檬 就是亂了… 亂了,又甩漏了 亂了,甚至在煮的時候 我才發現忘了下時間 這樣吧,就可以加可樂 好 這樣就可以等它煮一煮 開來 忘了加醬油 今天我要對付可樂雞翼 首先介紹材料 有雞翼、生抽、少許鹽、薑 洋蔥、蒜頭、可樂 還有一個新加入的… 微軟 因為要更加入味 沒錯 所以要在這些位置刺一刺 刺了會比較容易入味 對 好… 我們來談談的時候 我先切東西 好 先切掉它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不是簡單的創菜 好的 對,尤其是小朋友 我覺得夏天來一定會開心 不要喝了,煮給你吃 對,喝凍汁喉嚨 切完蔥之後 洋蔥可以放入可樂 還有一點,幫忙放一點 子女 真的嗎? 我對付 爸爸特地讓我自己對付可樂 我今天對香港的支持就是 我只能一手一腳 對,用精神支持 好,切薑,我喜歡薑味 下一步呢? 蒜頭 原來不用蝦,拍一下 是… 你用我的眼睛 對 威士特 滑水的… 智慧 好,接著可以切小粒粒 Vinny哥,其實需要很小粒嗎? 不需要,大小粒,我覺得大粒可以 是這樣粒嗎? 不需要大小 為什麼?因為我覺得這個 如果太粒,很容易放在牙齒裡 我怕蜜包吃的時候會整個牙籤 對,大粒可以的 然後一點鹽 對嗎? 是 而且很重要的 我不吃了 上次忘了放生抽 不過你加了少許鹽和生抽 抵觸可樂的甜味 然後呢? 味淋 味淋,這個是新加的 上次我完全忘了在日本學做的時候 原來加了味淋 好,就可以放雞肉了 怎樣放? 就這樣放? 就這樣用掃手放 應該醃大約三十分鐘左右 好,鮑雪瑋,三分鐘左右 是 現在中台已經過了 對 一定有 我覺得最後一集,大家一起合力 對… 合力度 對,沒錯 可以先開火了 先開大火 開大火煮 讓它可以煮沸 先煮沸 等它煮沸後,可以蓋上蓋子 煮大約三十分鐘 所有東西變成全燃燃 這樣就可以吃了 太棒了 太棒了 這次,如果導演可以 你把當日大家吃完的反應 和今天大家吃完的反應 是嗎?當日的反應… 我吃完的反應和今天反應 你吃下去,太甜了 甜甜的,挺有趣 老實說,其實我們剛才說甜 真的不是一個踩你的應用詞 比我想像中的甜 我想它現在剩下四分之一左右 我想甜是再甜很多的 因為它用可樂做 可樂雞翼真的不是容易做的 你不是隨便拿雞翼煎熟了 這樣就可以,難做的 難度分我比很高 但底分就很低 今天這個煮法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都說了,它雖然用可樂 但它偷了味淋和調醬汁的時候 我們已經嘗嘗了洋蔥之後 它完全是… 你不覺得它有很濃的可樂味 但它出了另一種很清新的… 即香 很新鮮的味道 我一切下去,我已經知道 這個雞很軟 我的朋友,聽著 我嘗到香香的手勢 你們看一次,不要再發 我吃下去就真的不錯,非常好 這個真的挺好吃 我衷心地恭喜你,是成功的 成功 謝謝你們 謝謝 你不會珍惜吧 真是… 靠香晉級 厲害了,真是鼓勵了 鼓勵… 觀播旅合式節目也有鼓勵 還有晉級的 有這個升級版